前三季度我国GDP同比增6.2% 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我国经济定力足 多型装备齐亮相 展现卓越性能 各路飞行表演队齐登场 精彩不容错过 老年代步车重型挂车 发生追尾齐火 电动车与轿车路口凝面相撞 车毁人伤 上海黄埔警方 或特大假冒手办模型案 查获假冒动漫手办玩具 一百余万件 涉案金额近三亿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出行安全 最近在贵州福泉市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老年代步车 与等候信号灯的重型挂车 发生追尾 随后代步车燃起大火 情况紧急 监控视频显示 10月13号下午三点多 一辆重型挂车 在福泉市西环县 磷酸岩厂路口 等待信号灯时 突然车尾冒出大量浓烟 驾驶员赶紧下车查看 发现竟然是一辆代步车 撞到了挂车车尾 导致起火 为了不让火势波及到挂车 老年代步车驾驶员 随即大声呼喊 叫挂车赶紧向前移动 隔两车卡得太紧 尝试几次也没能分开 危急时刻 交警赶到了现场 立即采取救援 并联系消防人员前来救援 通过救援人员 近20分钟的紧张失救 大火被完全扑灭 老年代步车被烧成了空架子 完全报废 挂车受损不算严重 这次事故无人员受伤 近日在安徽富阳的借手市 发生了惊险一幕 一辆电动车与一辆轿车 在路口迎面相撞 导致车毁人伤 监控显示 早晨7点左右 在安徽富阳借手市 车管所附近的路口 一辆直行的黑色轿车 与一辆转弯的电动车 发生碰撞 电动车上的女子被直接撞飞 重重摔在地上 当黑色轿车驾驶员下车查看时 女子已经昏迷不醒 随后轿车驾驶员报警 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通过这个县堂砍查 这个小轿车是绑电动车 是枪心地往西方 是腿心地将近有15米的距离 然后这个电动车 处于一个接体的一个状态 后期我们到医院去调查 这房是时候发现 这个女性驾驶员的这个脚趾 已经处于一个坏死的一个状态 随后 民警通过观看现场监控视频 发现这两辆车均为违法行驶 当时这个女同志 她是从北向南 在向东左转往行驶 而且她骑的是个电动车 她还没有走这个飞机动车道 是走离机动车道 窗红等 那另外一个那个海色的大车 是自动向西行驶的 然后是旅等之息 但她有一个违法行为 是把马线炒车 交警认定 双方的行为 都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所以在事故认定中 双方负有同等责任 目前电动车驾驶员 仍在医院恢复治疗 事故还在进一步调解处理中 16号早上 湖北南章交警查到了一辆小型面包车 载着17名儿童 属于严重超远 司机被刑事拘留 16号上午7点多 湖北南章交警在九级街道巡逻检查时 发现一辆小型面包车严重超远 该车后排空间狭小 却挤了14个孩子 加上司机和前排的三个孩子 这辆合在九人的面包车 一共坐了18个人 属于严重超远 民警立即将车上的孩子转下车 并将孩子们护送到学校 经查这辆车是农村客运车辆 驾驶员方某 平时专跑方级至九级街道线路 车上有9名学生 是家长每个学期付400元 请方某每天接送的孩子 另外8名是住校生 方某收取了每个孩子5元的费用 目前方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 被刑事拘留 同时被处以罚款2000元 即12分 其持有的A1驾驶证也将降级 近期上海安徽等地发生了 多起儿童被困车内和手脚被卡的事故 好在消防员及时救援 避免了更大的伤害 近日在上海市青浦区 外青松公路的一个加油站内 一名两岁左右的小女孩被反锁在车里 原来女孩的爸爸下车加油时 不小心将车门锁闭 而车钥匙却落在车里 将女孩困在了车内 女孩的爸爸只好拨打电话 求助消防员 由于女孩坐在后排座位 为了避免造成二次伤害 消防员决定直接破拆 副驾驶位的车窗 消防员把车窗破出一个洞后 利用安全锤将车窗其余部位进行清理 然后伸手禁止按下解锁键 孩子的爸爸立即将女孩抱了出来 索性女孩并无大碍 平时带着孩子乘坐电动车 也要特别注意孩子被卡 前几天在安徽博州市 蒙城五里河与人河路交叉口 一名四岁女孩的右脚 就不慎被卡在了电平车后轮骨里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 女孩的脚踝部位已经轻微淤血 家长在一旁安抚着孩子 消防员先将电动车的轮骨架进行拆除 随后利用工具将轮骨架周围的铁架卸下 十几分钟后 女孩右脚被成功取除 随后送往医院进行检查 此外儿童卡手的事故也时有发生 前几天安徽合肥市的一位家长 准备带孩子去上补习班时 突然发现孩子的左手食指 被一个铁环套住难以取下 尝试很多办法也没能成功 只好向消防员求助 此时男孩的手指已经卡住40分钟 手指已经肿胀 了解情况后 消防员取来电动绞磨机 对铁环进行切割 经过十多分钟的努力 将铁环成功取下 索性男孩并无大碍 消防部门提醒 家长带孩子外出时 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小孩 千万不要随意把车钥匙给小孩玩 更不要把孩子单独放在车内 如果小孩被困车内时间较长 应立即找个石头铁棍之类的硬物 破开车窗救出小孩 在家里时 除了加强对小孩的安全防范教育外 尽量让他们远离 像小铁片洗衣机等 比较容易造成伤害的物件 以免发生意外 好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陕西 近日陕西同川警方 破获了一起纵跨 陕川滇三省的贩毒案 在抓捕的过程中 毒贩为了藏匿毒品 可谓是绞尽脑汁 但最终还是难逃罚王 今年6月 陕西同川警方发现 有过贩毒前科的王某 似乎又开始重操旧业 发现王某与同川本地的吸毒人员 来往密切 且王某多次前往云南 综合各种线索 初步确定王某有较大的贩毒嫌疑 迅速对王某展开了侦查 经过侦查 王某在今年7月初 给云南德宏 一个名叫帅某的男子 汇过一笔钱 随后 帅某将一个包裹 进往四川内疆 令人意外的是 王某依然留在同川 没有外出 民警立即分为两路 一方面 在陕西同川严密监视王某 另一方面 前往四川内疆 调查包裹 经过三天的日夜蹲守 民警在7月23号中午 将前来取包裹的一名女子抓获 打开包裹之后 民警发现 里面竟然装着一块翡翠原石 快递中的这块翡翠原石 表面有明显的加工痕迹 切语标注的28公斤的重量不符 明显较轻 我们将原石破开后 从原石中取出毒品海螺因 357.1克 这名取包裹的女子自称是王某的姐姐 受王某委托前来取包裹 民警随即将王某抓获 在云南德宏警方的配合之下 王某的上线帅某也落入法网 经审讯 王某和帅某对贩毒的事实供人不讳 他们和境外毒贩勾结 人工加工翡翠原石藏毒贩卖 目前此案已经被移送检查机关 手办是很多动漫迷和二次元粉丝 经常接触到的一种动漫衍生品 不过正品手办的价格往往是比较高的 仿制盗版的手办成本就低得多 最近上海黄埔警方破获了一起 假手办玩具案件 查获了假冒动漫手办玩具 一百余万件 涉案金额仅三亿元 今年6月初 上海黄埔警方通过线索发现 本区内多个店铺销售的动漫手办玩具 做工粗糙 疑似为假冒产品 警方随即展开立案侦查 发现这些货物均来自于东莞的 一家动漫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通过现场我们后期的一个调查发现 在它这个工厂里面有将近300多个员工 4000多个平米的厂区 以及它三个仓库合计 大概有4800个平米的仓库面积 那么涉及到的清权的产品 无论是数量 款式都是非常非常之多的 据警方介绍 整个犯罪团伙的 质甲售甲产业链十分完整 质甲过程共有9道工序 从一开始的开模 上色到最后的包装 质检 有9个不同的部门来负责 为了防止被警方发现 他们还将销售环节 仓储环节和生产环节有益的分割开来 8月8号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上海警方在广州 东莞两地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成功抓获红某 柯某等20余名犯罪嫌疑人 现场查获假冒动漫手办玩具123款 100余万件 质甲模具1200余件 以及加工机床 运输车辆等一批作案工具 涉及金额高达3亿元 从我们查获的销售单局来看 销售单局就几万张 数万张之多 也就是说明 间接地说明 它销售出去的产品的数量 也是相当巨大的 犯罪团伙大量仿制动漫手办玩具 质甲售甲 涉及到万代 任天堂 梅格屋等多个品牌 以日本万代旗下手办模型为主 名人 鹰幕花道 鹿飞等许多热门的动漫角色 均包含在内 这个犯罪团伙生产的盗版手办粗制滥造 成本只需几十元 而同样的正版产品 零售价格却在几百元 巨大的盈利空间 让犯罪分子铤而走险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该犯罪团伙中 红某等21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昨天我国自主建造的首艘大型邮轮 在上海开工建造 这艘大型邮轮是由中传集团 负责设计和建造的 它的开工标志着我国大型邮轮 进入到实质性的建造阶段 此次开工建造的大型邮轮 总吨位约13.5万 总长323.6米 宽37.2米 有2125间客房 最多可以容纳5246名乘客 整船由2500万零部件组成 计划在2023年下半年交付 与其他船型相比 大型邮轮在设计理念 建造工艺运营管理等方面 有着很大不同 它的设计规范标准 远高于其他船舶产品 并且设计工作量极大 航空母舰 大型液化天然气船和大型邮轮 被称为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 在此之前 我国已经能够完成航空母舰 和大型液化天然气船的 自主建造和设计 好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全球邮轮业的情况 近年来全球邮轮业快速增长 其中邮轮旅游度假市场增幅最大 2018年全球邮轮的旅游市场规模达到460亿美元 约合3255亿元人民币 数据显示 2018年全球有超过2600万人次选择邮轮度假 相比2017年是增长了3% 根据预测 2019年登上邮轮度假旅游的人次 将会达到3000万 随着邮轮旅游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 对邮轮的需求也是居高不下 中国企业参与到最高水平的 邮轮制造竞争中来 或将打破世界邮轮的垄断格局 同时完善产业链 推动中国邮轮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全球邮轮制造业正迅速发展 市场报告显示 为了满足邮轮旅游市场需求 未来十年内 邮轮制造业计划投入的资金 高达约650亿美元 约合4600亿元人民币 此外 在2019年至2027年期间 豪华邮轮市场的规模将增加一倍以上 也就是说 至少有43艘新的豪华邮轮将驶向世界各大洋 而目前在大型豪华邮轮的设计制造方面 仍以西方公司为主 最为知名的是意大利的芬坎蒂尼集团 和德国的麦尔集团 据报道 这两家公司 未来四年的订单已全部排满 目前 邮轮的制造和邮轮的运营 基本上都是被欧洲和美国所控制 因此邮轮产业体现出一个寡头垄断 技术密集和资金密集的这么一个特点 我们也正是想打破目前的这个局面 如今越来越多的新型现代邮轮选择中国城市 作为他们的母港 数据还显示 2018年约有240万中国游客选择邮轮游 是2014年的三倍多 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 世界第二大游轮市场 可以预期 随着国产大型游轮的开建 相关配套产业集群将逐步形成 从而推动中国游轮市场规模 不断扩大 长期从事专业研究的 意大利航海工程学教授费加里还表示 越来越大的中国市场 将吸引更多的国际合作伙伴 世界上的舰 Our舰 项长领协认 Aber同时 우리가 υ项地的舰 是个小专业地的巢 基本上antal到底是否没有 所以这成功专业联业 做成为工艺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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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 来自日本的这款世界最新最短的胰岛素注射针头 外直径0.18毫米长度3毫米 将在第二届进博会上首次向中国市场发布 通过进博会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平台 能够给更加多的中国的患者 能够推荐这么一个产品 同样在为全豆产品亮相做最后冲刺准备的 还有来自法国的这家制药企业 带来了应对特应性皮炎的靶向生物制剂 将改善患者的皮损和扫养症状 比起现有的只能表面治标的 涂涂抹抹的这个解决方案 Gipixent可以从它的机制上面 来解决这种全身性的免疫性的疾病 此外本次进博会上 还将有不少今年刚刚在国内上市的重磅药 如7月上市的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单抗制剂 这也是国内60年来 获批成为治疗系统特性红斑狼疮的首个新药 以前我们系统性红斑狼疮 五年的生存率大概只有40% 50% 这个10年那就更低 那么现在我们说它可以延到80%甚至到90% 除此之外本届进博会上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还将呈现养老康复保健品医疗美容等内容 昨天本届进博会的国展文创馆对外开业 包括熊猫经营纪念币在内的上百款进博会 衍生产品正式亮相 这也是进博会首次开设文创馆 全新亮相的文创馆位于第二届进博会主场馆 国家会展中心的商业广场 近400平米的馆内有上百款进博会衍生产品 包括进宝玩偶 logo徽章 还包括文具 服饰 家具以及邮政类衍生产品 这其中还有专门为本届进博会制作的 熊猫夹字经营纪念币 这次这套纪念币是发两枚 八克的金制纪念币一枚 三十克的银制纪念币一枚 正面图案都是北京天坛奇年店 背面图案都是母子熊猫图 发行量是金制纪念币只有一万枚 银制纪念币是两万枚 进博会吉祥物熊猫进宝 自发布以来便备受公众喜爱 在首届进博会上 上千个熊猫净宝玩偶 在一个小时内就宣告受庆 为响应观众需求 在本届首次开设的文创馆 重点推出了一系列 以熊猫造型为元素的产品 我们这次新推出的一个帽子 围巾手套这个系列 它也都是一个熊猫元素 以及一个日常家具 可以用的一个小夜灯 外国人来说 它其实是非常喜欢这个熊猫 包括我们国人也非常喜欢这个熊猫 觉得它特别的可爱 此外第二届进博会 还推出了进宝表情包 以进博会吉祥物进宝为主人公 总共包括16个可爱生动的动态表情 进博会来了 买它买它等斗雀表情包 将为进博会开展期间的商务交流 增添亮色 昨天中国经济前三季度的成绩单出炉了 备受关注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GDP 同比增长了6.2% 其中第三季度的增长是6.0% 比上季度略有放缓 不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 6.2%的增速还是一个名列前茅的速度 也是一个高增长速度 如何点评这份成绩单呢 我们来听一下国家统计局的权威节目 前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是6.2% 比上半年小幅放缓了0.1个百分点 这个速度我们初步预计 在全球经济总量 一万亿美元以上的经济体里头 这个速度还是最快的 尽管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但主要宏观经济指标 仍然保持在合理区间 从就业看 前三季度 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97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99.7% 从物价看 前三季度 CPI的平均涨幅是2.5% 处于温和上涨态势 从收入看 前三季度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增长6.1% 快于人均GDP增长速度 从生态环境看 前三季度 能耗强度继续下降 清洁能源的生产和使用比例 继续提高 此外固定资产投资的升级创新 仍在进行中 特别是短板领域投资 和高技术领域投资 都保持两位数增长 其中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教育等短板领域投资 同比分别增长40%和18.5% 分别比全部投资 快34.6%和13.1% 而消费更是经济增长 稳定的压仓时 消费的潜力会不断地释放 我们前三季度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还是保持在60%以上 特别是随着居民收入 保持一个比较快的增长 消费的这种基础性作用 则会得到不断地加强 此外国家出台的 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 增加了地方专项债的规模 金融领域也加大了 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企业活力明显释放 我们这个技术进步的活动 包括这个应用技术 研发的活动 现在是非常活跃的 包括我们最近 和5G相关的 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 也在了孕育和成长当中 这就保证了 就是说中国经济 它是稳中有进的 这样的一种态势 保证了中国经济的 这种巨大的弹性 和韧性 就业是最大的名声 国家统计局 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前三季度 我国基本完成 全年新增就业目标 近年以来 国家坚持就业优先战略 和积极的就业政策 那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不过需要警惕的是 目前就业的结构性矛盾 有所凸显 国家统计局 新闻发言人表示 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我国吸纳就业的能力 不断增强 特别是服务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加大 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54% 被看作就业的蓄水池 此外 国家出台了积极的就业政策 推动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对重点就业群体开展帮扶 增加就业培训等 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在增加 新产业新业态 新的就业模式不断地在兴起壮大 这也为我们的就业规模的扩大 就业容量的拓展提供了空间 但不容忽视的是 目前我国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有所凸显 个别地区调查失业率比较高 青年人的失业率比整体失业率高 大学生就业相对困难 现在这个结构性的矛盾就是 一方面企业招工难 但同时还有一部分大学生 就业也比较难 对于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 黑石集团 亚洲开发银行 日本野村证券等国际机构 普遍表示 对未来中国经济充满信心 亚洲开发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 在全球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大背景下 中国零售业整体增长比较平稳 消费强劲 基建的增长速度相对去年有所回升 维持了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 展望第四季度 经济学家认为 中国央行近期实施的一系列货币政策 将持续发力 为中国私营经济领域提供融资 以确保中小企业保持活力 中国人的限制货币政策 准备 而野村证券经济学家则认为 中国推进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 能够盘活更多需求带动经济发展 以改革来释放需求 释放供给 在这个方面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环 就是坚定不移地推动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一个发展 因为以我们国家未来的一个趋势 人口必然会越来越向大城市流动 在大城市里面基础设施的回报才会足够高 在昨天最新发布的数据中 前三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9.8% 增速较快 随着我国今年正式进入了5G商用元年 通信和互联网行业也迎来许多新的机遇 那么目前5G商用推进中有哪些新的亮点呢 我们来看看 打开手机上的地图应用 你就可以查找身边5G网络的覆盖区域 目前北京 上海等一线城市主要区域 基本都有了5G信号 国内共有50多个城市都在建设5G基站 主要是集中在高零量用户使用的热点区域 5G的开通实际上它是一个逐步密集的过程 目前全国5G套餐预约用户总数已突破1000万 三大运营商表示 近期将正式推出5G资费标准 中端方面 市面再售的11款5G手机 价位主要分布在3000至7000元区间 略高于4G手机 除了消费领域 5G在工业上也大有可为 在天津一家覆盖了5G网络的工厂里 工人可以戴上AR眼镜检测产品采集数据 人脸识别能精确分辨操作员是否佩戴了安全帽 运输成品的家暴车 也在逐步实现无人驾驶 巡逻无人机 智能垃圾桶 路灯等设备 都接入了5G网络 5G现在是一个新型的基础设施这种建设 工厂里面的实时性要求非常高 那5G的这个低实验特性 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我们工厂内有15个场景 都应用了这个5G的技术 也输出一个模式 让更多的工厂都能够享受到 5G场景带来的这种精准度和效率提升 业内预测 随着明年5G模组的成熟 更多物联网设备将可以直接连接5G基站 真正走向万物互联 5G能为我们工艺互联网 其实提供非常强劲的这样一些相关的动力 它还跟人工智能 跟这种大数据云计算等等这些 全都来进行这样一个相关的一个结合 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外部不确定不稳定的医素增多 导致我国国内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 市场更关心的是四季度 经济是不是还会延续这种关心 对此国家统计局给出了积极的回应 我觉得今年四季度 这个经济保持一个平稳 这样的一个增长的趋势 是有保证的 四季度经济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 来源于目前经济有力支撑因素增多 比如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有所加快 新订单指数生产指数均有所回升 此外基础设施投资连续两个月出现回升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MI 也是连续两个月环比出现上涨 而对消费增速影响较大的汽车 就在最近两个月 生产和销售的降幅都呈现收窄态势 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信号 尽管外部环境还是比较严峻复杂 但是国内我们讲 有力的支撑因素还是比较多 10月17号上午9点 庆祝人民空军成立70周年航空开放活动 在吉林长春开幕 除了八一飞行表演队 红鹰飞行表演队 天之翼表演队 以及八一和蓝鹰跳伞队等 悉数量向外 歼20 运20 歼16战机 也首次展示航空开放活动 这里是吉林长春的 空军航空开放活动的现场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空中跳伞表演 今年参加航空开放活动 空中展示的飞机有实行35架 其中歼20 鱼20 歼16 是首次参加这里的飞行展示 在开幕式和跳伞表演之后 天之翼飞行表演队的 12架初轿6表演机 以70字样的编队飞向观理台 随后的红鹰表演队 驾驶8架轿8飞机 以8机钻石队金斗 双机绕轴 三机向上开花等15套 刺激连贯的特技飞行动作 再次征服了现场观众 飞行员们全都是刚参加完 国庆70周年阅兵的授月飞行员 八一飞行表演队 驾驶6架歼10战机 以6机向下开花 双机对头交叉 四机编队横滚等特技动作 让现场观众惊叹不已 很有心理很有创新 就特别是那个开花的动作 就是拉烟 然后整个空间 把那个彩色的烟带飞过来 首次亮相航空开放活动的 歼20战机来自空军某基地 他们以双机密集队形 低空通场进入观众视线 双机小角度上升转弯 双机最大坡度盘旋 单机直线拉起 斜翻滚等八套动作一气合成 充分展现了 歼20的卓越性能和飞行员的精湛技术 这次飞行展示过程中 有一个对向观众台 然后进行锤子拉起 进行一个斜进种的机动 这是很好的体现出 歼20飞机低空的机动性 运20歼16轿石飞行 分别做了单机空中展示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 两架歼11BS战机互为对手 进行的模拟空中对抗 在攻防快速转换中 考验着飞行员极端条件下的 心理和生理能力 据了解 从2011年至今 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已在吉林长春成功举办了七届 今年的活动时间 由以往的三天增加到五天 将为更多的民众 提供到现场观看的机会 在人民空军成立 70周年航空开放活动上 参加静态展示的飞机 有19型19架 基本涵盖了 空军现役的主要机种 创下历次航空开放活动之最 那么记者在静态展区 也是看到了 被称作是战神的轰6K战机 在我身旁的 就是我国新型远程轰炸机 轰6K 轰6家族服役接近半个世纪 但是和前辈们相比 轰6K从它的动力 内部结构 包括驾驶体系 都进行了一个彻底的改造 可以说是脱胎换骨 它原来 它这个机头是做一个人的 这个玻璃的 对 现在这个人已经取消了 它的位置已经落了上去 那么这个空间 来干什么呢 装了先进的雷达 通信设备 也就是说这个飞机 它在空中掌握态势 通信联络 导航 大家看它下面这三个挂架 这就是它的大杀器 这个飞机靠什么去打击敌人 就靠这三个东西 它这下面可以挂一些 空地导弹 空箭导弹 还有巡航导弹 我在离敌人很远的距离 甚至上千公里以外 我发射弹药 让弹药去打 直接就一进入到地区 去打击敌人 王明亮介绍 轰6K在空军的战略体系中 承担着远程打击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 轰6K颈寻东海 战寻南海 前出西泰 绕岛巡航 充分展现了轰6K 可远程奔袭 大区域巡航 防区外打击 全面提升人民空军战略打击能力 18日欧盟峰会继续进行 欧盟各国领导人 欧洲议会 欧洲央行理事会 都对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拉加德 担任欧洲中央银行下一任行长表示支持 同一天 欧洲理事会以有效多数表决通过了任命 自此拉加德 这位律师出身 任职过法国财长 IMF总裁等重要职务的跨界金融专家 将于11月1号起 正式担任欧洲央行新任行长 任期8年 18号 欧洲理事会表决通过 对欧洲央行新行长的任命 拉加德于第一时间 在多个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 公布了这一消息 并对欧洲领导人表示感谢 拉加德现年63岁 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8年总裁 在这期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欧洲央行 欧盟委员会组成的三架马车 联合救助了希腊等在欧债危机中 遭遇严重困境的欧元区成员 据了解 在欧盟机构的五大关键领导职位当中 欧洲央行行长一职 专业色彩最浓 先前均由技术型官员出任 前三任行长无一例外 都是由本国央行行长 转任欧洲央行行长 相比之下 拉加德的任命稍显另类 他是律师出身 2005年步入法国政坛 从未在央行任职 不过外界期待 拉加德能够凭借他在政界 足够的资历与影响力 维护欧洲央行的独立性 平衡好欧元区 不同国家的利益和态度 法新社分析称 拉加德11月上任一时 就将面临重大挑战 去年以来 欧元区经济下行压力 持续加大 德拉吉一再表态 要放宽货币政策 但内部分歧严重 外界分析 拉加德上任后 或将延续前任行长的 货币政策路线 以确保欧元区通胀率 继续维持在接近2%的水平 再来看欧美关税争端 当地时间18号 美国正式开始对价值约75美元的 欧盟输美部分商品和服务 加征25%的关税 这其中绝大部分产品来自 法国 德国 西班牙和英国 当天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 勒梅尔表示 希望美国与欧盟积极展开谈判 而不是让贸易摩擦不断的升级 但是与此同时 欧盟国家也做好了反制准备 当天勒梅尔表示 相比陷入贸易摩擦 欧盟与美国在解决空客 和波音补贴问题上 应该有更好的选择 并建议美国同欧盟展开对话 不过勒梅尔也同时强调 如果双方无法就相关问题 达成一致 欧盟国家也做好了反击的准备 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本月初发表的声明 美方决定对欧盟大型民用飞机 加征10%的关税 对欧盟农产品和其他产品 加征25%的关税 而美国是法国葡萄酒和烈酒的 最大出口市场 占法国出口量间四分之一 法国博更地产区的葡萄酒商 莫罗预计 受此轮关税影响 仅未来六个月 它就将因此损失8万欧元 这是10%的质量 这是8%的质量 所以我们是一个重要的 再次是一个重要的市场 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进来法国葡萄酒频频成为 美欧贸易摩擦的牺牲品 此前美方猛烈抨击法国数字税 就曾威胁将用前所未有的方式 向法国葡萄酒征税 而在此次美欧航空补贴争端中 法国葡萄酒再次成为 美国关税大棒的标靶 据意大利农场主协会估计 意大利的奶酪 腌制肉类等农产品 此次加征关税 或将使意大利农产品的销售 下降20% 意大利农场主协会称 美国近日向意大利发出 加征25%关税的商品清单 包括意大利奶酪 腌制肉类 水果 葡萄酒等 总价值约5亿欧元农产品出口 将受到严重影响 预计销售额将下降20% 为扭转不利局面 意大利农场主协会 敦促意大利政府在其他出口市场 启动农产品促销计划 并向国内生产社提供帮助 美国是意大利农产品出口 最重要的海外市场 根据意大利农场主协会的数据 2018年 意大利农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出口总额 约为15亿欧元 其中 橄榄油4.36亿欧元 意大利面3.05亿欧元 奶酪2.73亿欧元 美国也是意大利葡萄酒 最大的海外市场 因此此次加征关税 将给意大利农产品生产 带来较大影响 我们再来关注英国脱欧的最新消息 英国下院将于当地时间19号 就新的脱欧协议进行表决 18号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在唐宁街召开内阁会议 为脱欧协议能够顺利通过 做最后的努力 虽然目前英国和欧盟达成了新的脱欧协议 但这份协议能否在欧洲议会 及英国议会通过仍存悬念 鲍里斯约翰逊表示 目前的脱欧协议 只有获得通过英国才能结束 曲折的脱欧之路 据路透社报道 目前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领导的保守党 仅在英国议会下院650个席位中 占有288个席位 而新的脱欧协议 需要318票才能获得通过 因此协议能否最终通过 主要取决于其政治盟友 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 和反对党工党的态度 工党领袖克尔宾已经表示 不会支持这份协议 北爱民主统一党认为 新协议无论是从经济层面而言 还是从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之间的 边界问题上而言 都没能体现北爱尔兰的利益 而围绕是否脱欧 英国人依然是意见不一 16号英国国内一个 支持留在欧盟的民间组织 用一场行为艺术秀 发出了留下的巨大呼声 活动人士是在一处位于英格兰地区 威尔特郡的农田 驾驶着拖拉机 以绿色的田地作为画纸 用了一句翻土书写下 表示英国现在想要留下的英文单词 整片农田的面积是25000平方米 大约是相当于三个半足球场那么大 其中留下英文单词的长度达到40米 发起这项活动的组织声称 最新一轮民调显示现在有超过半数的英国民众 希望能够继续留在欧盟 好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18号的欧美资本市场情况 受到强生公司产品召回和不应公司信息 披露延迟的影响 美国三大股指收跌 当地时间18号 强生公司宣布应在产品中发现致癌物 召回3.3万瓶婴儿爽身粉 同一天 美航管局披露 波音公司曾扣留此前发现的 雇员早在2016年发出的 有关737 MAX飞行系统问题信息 受以上负面消息影响 截至18号收盘 强生公司和波音公司股价 分别下跌6.2%和6.8% 截至当天收盘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收于26770.20点 跌幅为0.95% 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 收于2986.20点 跌幅为0.39%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收于8089.54点 跌幅为0.83% 应担忧脱欧协议前景 和主要公司收益不及预期 欧洲三大股指18号全线下跌 伦敦股市金融时报 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 18号报收于7150.57点 跌幅为0.44% 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 报收于5636.25点 跌幅为0.65%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DEX指数 报收于12633.60点 跌幅为0.17% 国际金价方面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 交投最活跃的12月黄金期价 18号收于每盎司1494.1美元 跌幅为0.28% 国际油价18号下跌 截至当天收盘 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 轻质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53.78美元 跌幅为0.28% 12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 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59.42美元 跌幅为0.82% 当地时间18号上午的7点38分 美国宇航员克里斯蒂纳科赫 于杰西卡梅尔前往国际空间站外 修复空间站电池充电器故障 此次太空行走成为空间站 历史上首次全部由女性完成的太空行走 当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在网上发布了此次太空行走的实时视频 克里斯蒂纳科赫和杰西卡梅尔 缓缓出舱修复空间站电池充电器的故障 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 还与两名宇航员进行了通话 并表示祝贺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 当天还表示 按照计划2024年将有一名女性和一名男性 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的南极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原计划于本月21号 进行更换电池的任务 但因为电池充电器发生故障 导致已安装好的锂电池无法启动 因此宇航员需要提前出舱 完成修复故障的任务 事实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原定于3月执行首次全女性太空行走 但任务执行前发现缺少合身的宇航服 导致任务未能完成 自1965年首次太空行走以来 已有228名太空行走者 其中15名为女性 17号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判定 韩国肉毒杆菌毒素产品制造商美迪妥式 生产的用于出口的部分批次的瘦脸针不合格 并勒令其强制召回或销毁 被判定质量不合格的共有三个批次 为2016年生产 批号为TFAA1601-1603 这要销往泰国 日本 巴西等国家 应召回或销毁的产品 总价值预计达33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2000万元 约占该公司去年总销售额的1.6% 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召回的三大批次的问题产品 已经在市面上流通已久 有一定量的产品已经被消费者使用 因此不排除这家公司 面临当地消费者诉讼的可能性 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表示 接下来将对这家公司生产的 其他批次的产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然后再确定对这家公司的 行政处罚级别 韩国美迪妥式公司的瘦脸针产品 在韩国国内的市场占有率 约为40% 连续10年排名第一 而这已经不是该公司产品 第一次被爆出质量问题了 眼下该公司正在向中国的 有关监管机构申请注册 瘦脸针产品还没有得到批准 公司负责人表示 目前这家公司的瘦脸针 还没有通过正规渠道销往中国 也就是说目前在中国市场上流通的 这家公司的瘦脸针产品 全部是没有获得相关注册许可的情况下而流通的 在此我们也要提醒相关的经销商和消费者 要多加留意 好 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观看直播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见 明天见 本当最天气 我们先来说一说最穿越秋冬的日夜 这两天中午前后出门的小伙伴一定感觉格外的舒服 温暖的天气 暖暖的阳光 仿佛初秋时初恋的味道 但是这一早一晚出门的朋友们就不是初恋的味道了 这冷就是一个字 的确最近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 昼夜温差是相当大 像是今天中午前后 东北地区的南部到华南北部这片地方 最高气温都会达到20度以上 一早一晚气温会下降10度以上 不少地方昼夜温差甚至会超过15度 像是呼和浩特 银川和兰州 今天昼夜温差都会超过10度 甚至会达到15 6度 而在黑龙江的西北部 内蒙古的东北部一带 昼夜温差更是会超过20度 真是早穿棉袄 五穿衬衣的节奏 今天出门玩的小伙伴 一件保暖的 方便随时穿透的外套 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个最天气是 回温势头最强劲的城市 从11假期开始 冷一直是牢牢霸占着微博热搜 而最近几天白天的升温 成为了天气舞台的关键词 到底哪几个城市 回温势头最强呢 来看这张图 从15号开始一直到明天 银川以13度的升温幅度 位列榜首 长沙12度紧随其后 这么两天升温脚步不会停 小伙伴们 咱们好好地来享受 这个温暖的周末吧 来看城市 天气一霸 北京多云10到20摄氏度 哈尔滨多云5到15度 长春小雨8到18度 沈阳晴转多云10到21度 天津多云转音13到22度 呼和澳特多云转晴0度到16度 乌鲁木齐晴5到12度 银川多云4到19度 西宁多云转晴3到14度 兰州多云5到18度 西安多云转晴11到21度 拉萨音5到18度 成都音转晴16到21度 重庆多云转晴17到25度 贵阳多云转晴14到21度 昆明多云13到22度 太原多云转晴5到20度 石家庄多云转音12到21度 济南晴13到23度 郑州勤转多云12到23度 河肥勤11到25度 南京勤12到24度 上海多云16到23度 武汉勤11到25度 长沙勤14到26度 南昌勤16到27度 杭州勤转多云14到23度 福州勤17到27度 台北辖宇20到23度 南宁多云21到30度 海口多云24到29度 爱你 南京勤14到26度 上海水到17到25度 过去 最近学习比较了 第一时间 与新鲜见面 第一点是山下左右和你心的中间 第一时间 与新鲜见面 第一点是东西南北和未来的身边 第一时间 就在第一时间